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 可能香港人不是太留意的一件事 但這件事有機會是引發 全球的危機 這就是美國 德州一場破紀錄的暴風雪 德州一場暴風雪 帶來一個後果 就是有很多地方停電 家庭 因為停電後 有部分的家庭就要燒家屬來取暖 甚至乎有人在家凍死 當然美國一出事 全世界有幾個邪惡國家 就會發出嘲笑 以及抽水 第一個叫俄羅斯 俄羅斯 就說 美國 就出現這種情況 但俄羅斯就不會抽水 中國就更加 離譜了 他就說 給美國的民主 人權 自由 做一個選擇為體 發表評論文章 文章形容 這場人禍 其實就是導致暴風雪發生的原因 不至一 稱 有些州長將政府的援助災民 當成社會主義政府的可悲產物 環球時報結尾文章就說 促請美國先照顧韓朝中的人民 以及結束疫情帶來 多人死亡的情況 當然拜登也真的很黑 伊朗更加抽水 350萬德州人武田 暴風雪下增至23人死亡 抽這些水 我們 這些抽水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些是敵對國家 我們要說一下 這次 德州 這場暴風雪 會帶來全球有甚麼災難 首先 這個金融市場 初初以為是一個短暫的天災 但是 其實 接下來 會造成一個很長遠的影響 因為會瞭亂了能源 芯片 晶片 汽車的供應鏈 接下來 隨時有機會有一場超級通脹 因為我們也說了 美國的情況 因為美國是一個生產大國 如果美國的供應鏈一出時 全世界 很嚴重 而且美國最重要就是 拜登政府上場 不斷派福利 派福利 錢從何來呢 印 印銀子 美金就變值 最近我們也知道要在英國買樓 要換很多英鎊 幸好之前換定者 有10.4、10.5、10.6 現在是10.8 你想一下100萬 就多給4、5萬 這個多嚴重 美國 多個地方出現了嚴汗 降雪的情況 葉癌又重症 德州情況最嚴重 也可能演變成全球的能源危機 消息也是一度刺激的暴冷特原油 突破煤桶65元 當然是創了最近的高位 但是最近這兩天回落了一點 美國中部的地區的天然氣價格 有些 暴升了超過100倍 市場 當然是注視美國的食油供應 會不會大減呢 使得食油出口國 會增產 或是 改變他們的減差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記得 支持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頻道 當然啦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 月費贊助 業界估計 現在每天損失供應 是少了400萬桶 因為德州 這個大風雪 令到醃岩油的開採 降低了 因為醃岩油的成本 好像是二十幾三十元 如果它去到現在60元一桶 賺大錢 這個400萬桶 相等於美國的產油量的四成 花旗 之前估計 三月初 產油量有機會 損失1600萬桶 現在這個數字 他們說有機會是倍增 今天交易員 初初預期 德州石油供應受了很短時間 兩三天 現在估計 起碼 去到星期六 周末之前 也沒有辦法恢復 有些交易商 指出 市場低估了德州惡劣天氣造成的產油損失 研究 其油的主管 進一步就說 有證據顯示 德州的醃岩油生產 在過去鹽東之後很快恢復 但是對煉油廠影響時間就會較長 冷風 是石油市場的完美風暴 並不是油價衝高的唯一吹發劑 當然還有 沙特阿拉伯支持油價 以及美國庫存劇減 也是使得油價上升 石油輸出的組織 會在3月份舉行會議 沙特能源部長星期三在論壇中警告 現在石油市場的前景十分之不明朗 呼籲盟友進一步增加產量保持審診 對增加產量保持審診 即是可能不要增產 重提到去年臨時的教訓 不過 有報導就說 早前單方面宣布額外 減產100萬桶的沙特 就考慮 將未來幾個月的產量回復正常 但是不會在4月之前 因為之前 2、3月 減產的承諾已經做了 無論如何 現在美國大量的原油生產和煉油廠都停運 開始波及消費層面 美國全國氣油價格 是星期三升至每家倫2.54 美元 比年初先貴了28美元 差不多接近10% 市場估計未來可能會衝上3美元 這是2014年的水平 2014年是奧巴馬時代 好了 現在他說 紐約是目前氣油庫存最緊張的地區 因為多人用車 美國汽車會發言人 就說現在的情況 跟當時墨西哥灣遇到風暴的時候 好像是天災 但是 嚴寒的天氣也重創德州的天然氣生產 因為當時 當地每日 正常產量是230億 立方米 佔美國本土四分之一 這個州兩個液化天然氣的輸出港 每日要處理這個劑量是40億6分米 德州州長 宣布緊急措施 限制天然氣 輸去其他的州罰 直至2月21日 即是星期日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 但是他說因為這個災難聲明 沒有辦法了 是緊急措施 另一個有交易員指出 他說 這次天然氣價格是有機會狂升 原因就是 星期三升了1250 美元 這個是一個 上個星期是9元 升了100倍 當然 也是 跌了很多 然後全球更加憂慮這個晶片問題 因為德州 本身除了在石油重鎮之外 還在工業的地方 工業的重鎮 這次 寒流吹集 就會使得這個州的損失慘重 大家都知道這個州支持特朗普 這次也算是打擊多大 聯邦政府也會加緊去壓制他 因為 有很多地方的晶片工廠 是暫停營運 也會 令到晶片的供應 短缺了一步加劇 因為他們的奧斯丁 生產 因為現在他們生產 半導體的重鎮 現在停電 很多大廠 例如三星 所以 都在那裏 設廠的 現在突然間 不夠電 停電 斷電 對於晶片生產 是一個很大影響 他說 還有 三星在那裏設廠 他供應的是 Intel 高通 這次 一旦以來的大停電 他說全球用車的供應 都會減少15% 影響得很厲害 很重要 另外 他說亞洲 就會受惠 因為 美國一停產 這些人都會去找台積電 台聯 聯電 有機會是 反而益了亞洲 德州本身除了做晶片之外 也是汽車的生產大省 大洲 福特汽車 通融汽車 以及 豐田 也有廠 有很多廠房 現在這些廠房就會短暫 暫停 也可能會使得 生計受影響 當地的居民生計影響之餘 當地的居民生計影響之餘 另外也會使得汽車的供應鏈 減少供應 全球 出現會不會 因為石油 出現一個石油危機 然後導致 美國 又要 加大 救災 雖然你說這個州是支持特朗普的 但是如果有個災 聯邦不可能不夠的 除非德州獨立 但是德州 你又不可以讓他獨立 因為 控制了這個國家很多東西 美國如果德州一旦獨立 你想想想 他供應這個業癌油總是出口的 即是說美國要靠他的石油供應 美國靠他的石油供應 怎麽可能會讓他獨立呢 美國如果要 要在外國運游回來 美國 是不是成本貴很多 是不是要給多些錢 更加刺激 所以當然 這是德州 給他獨立的機會就很微了 以前 我們要詳細一點的分析 因為這個州是對於美國來說 實在是太重要了 這個州是對於美國來說 晶片 做汽車 對於全球有甚麼影響呢 其實主要就是財政問題 現在 我們看到全世界的 美金 這樣下跌 對英鎊 英鎊也升到瘋了 人民幣也升到瘋了 對全世界很多主要地方的貨幣也下跌的情況 等於美金貶值 全球 資金就越來越多 兩化寬鬆 這個 也是有機會趨向另一個 危機 我們就警告 也是覺得這個警告 即是有部分的基金經理就發出警告 我們也覺得這個是 不能夠看少這件事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會再深入分析 跟大家跟進報導 拜拜